历史学家不大喜欢讨论一个集体的人在历史上发生着作用 比如说很多研究清朝历史的人呢 就会把康熙的个人因素放到最大 认为康熙特别聪明 他又懂术学 又懂西洋几何学 还能修好这个自明中 很聪明 而且呢 他又精通四十五经 而且他还是个语言天才 很多的语言都会说 你难以想象 就是康熙帝 会说各种各样的外国语言 好像有六七种之多吧 天中阴才 而且又活得特别长 然后呢 我们中国人讨论历史的 总是出于英雄的死官 康熙爷是一个伟大的人物 然后呢 要是这样的明君 在统治中国五百年代都好 你们大家都看过那个电视剧 康熙王朝 历史是一个几千万人 同时产生了极大的变革艳丽 而构成的一个历史 就是说所有的人 他们呢 不断地在彼此博弈 然后呢 他们各自显出了 他们的利益代言人 在这博弈过程中呢 康熙呢 作为一方的代表 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我们就这么讨论问题的 所以呢 进入这个主题之前呢 你要是带着这个传统的观点呢 来跟我讲一大堆呢 康熙爷如何一鸣神武啊 这些话呢 我们就不谈了 就像我们讨论这个现代历史啊 阿盛顿多么牛逼啊 希特勒多么牛逼啊 斯大林多么牛逼啊 这种话呢 这样历史写家里面 基本上是不接受的 我们会怎么分析这个问题呢 第一呢 就是康熙王朝 它代表的是一个游牧民族 接管了崩溃之后的农根社会 大家可能认为满清入关 是对汉人一个大屠杀 但是没有意识到 其实北方的整个 就是北方在满人入侵之前 在整个北方 中国的北方长城以内 其实已经因为农民起义而弥烂了 至少已经损失了半数的人口 历史发展到1644年的时候 中国的农根社会体系彻底的崩溃了 失败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体现在整个北方已经死去了一半的人 但是南方却很富裕 大量的税营运送到今天的山东 大家知道吗 就有个金航大硬核 很多的南方的税营是运到了山东 但是山东几里 这个北京仅仅只剩下了一百多里 大量的税营就沉淀在那个地方 既然没法运送到北京 就是整个社会北方的官僚系统 整个地方的基层完全崩溃了 大家经常会得出一个结论 说认为明朝政府没有钱了 怎么收市也收不上来 实际上不是 大量的税营还放在这个山东了 没法运到北京了 很诡异的一个现象 为什么呢 因为整个体系崩坏了 长城以内的这个明朝 基本上属于一个汉人政权 我们当时可以说汉人的这个著名王朝 已经把整个北中国治理的彻底失败了 这个前提一定要记住 这是我们所有后面要购诉的 这个康熙的这个问题的根源 然后呢 这时候呢 满清顺利入关了 进入北京之后 很快的消灭了各路的乱七八糟的奇异经 就是离床啊 这些人 做的这么的干净利索 很大一个原因是 整个北方因为社会体系失败了 已经无法构成一支强大的组织力量了 来抵抗 但是 南方就不一样了 南方是一个根基很完整的 我们现在把整个历史分成两段 就是 顺治还有多俄国人 他完成的是一个统一中国北方 统一中国这个长江与北地方的历史责任 但是呢 他没有解决一个问题 是不是能够把南方彻底的吃下来 完全的搞定 因为呢 自古以来呢 中国的南北就是一个不同的经济形态 中国历史上有大量的时刻 是走向了南北分立 我们历史上有两次的南朝北朝 南北朝 甚至假如算上春秋战国时代呢 实际上中国历史上有三次的南北对峙的时代 一个呢 是春秋战国 一个呢 是魏晋南北朝 一个呢 是五代十国 基本上呢 我们中国历史已经有大量的经验 证明了 南北朝是可以成立的 而且这些时间呢 跟统一的时间呢 是完全一比一的 大家不要认为理所当然认为中国的历史上 都是统一的时间分裂时间很少 不是啊 我们中国你要是仔细的去统计这个年数的时候 就会发现 中国统一的年份跟分裂的年份刚好是差不多的 假如我们中国有两千年的历史的话 一千年呢 是统一的历史 一千年呢 是南北分立的历史 割际分裂的历史 然后呢 在这个基础上呢 也就是说等顺治死了之后呢 表面上呢 看起来 清朝暂时建立起来了 但是他没有完成一个历史重任 就是是不是能够把整个中国再次统一 那么统一后的新中国 是不是能够在异族的治理下能够成立 那么这个历史重任呢 就由康熙来承担来接受了 康熙继位之后呢 最大的问题呢 是吴三桂的造反 大家记住这点啊 不是后来的什么收复台湾 也不是跟俄罗斯人签订什么尼布楚条约啊 或者是跟左俄格这个战争啊 西北用兵嘛 康熙呢 一生中最大的成功呢 是彻底的平定了南方成为了整个清朝的基本盘 清代人读清代历史哦 总是想象到看谢时候 总是认为康熙继位的时候 他拥有的地盘是很大的 实际上你要是读历史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哦 康熙刚继位的时候 他的地盘是相当可怜的 可怜到什么地步呢 所有地盘加起来了 也就是在两百万平方公里的范围之内 甚至不到哦 就是他只占有了东山省和长江以北的这个地方 这是康熙继承的很可怜的一个家底 大概就是今天中国版图的五分之一 然后呢 他一生所有的努力到了他死了之后 他这个努力结果呢 只是达到了今天我们中国版图的三分之一 大家不要认为看到了所谓的康熙圣斯 然后呢就想当然的认为康熙那个时代已经拥有了现在中国的版图 没有的事啊 康熙即使努力了一辈子六十多年吧 活到了八十多岁才死的 反正他是特别长寿的金主 统治的时间特别长 但是即使是如此 整个统治的地盘也仅仅是今天中国版图的三分之一而已 他是从继承了今天中国领土的五分之一的基础上彻底的顶定了所谓的汉帝十三省 实际上清朝最伟大的帝王呢 我个人认为不是康熙也不是雍正而是乾隆帝 乾隆帝呢打下来的地盘是达到了一千三百多万平方公里 我们今天中国版图是九百六十多平方公里 而到了乾隆帝的时代呢 打下的版图呢是一千三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 所以呢 假如以占领的土地论英雄的话呢 最牛逼的金主呢 应该是乾隆帝 而不是康熙帝 康熙帝呢 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伟大 但是呢 他也构成了一个极大的转变 因为他打下一个家底 他也治理了北方成功 在明朝战乱基础上呢 他通过一系列建立了一系列政治制度 彻底的让原来已经失败的 汉人的治理的农根社会体系 再次恢复了原来应该有的活力 康熙成功的从中国历史上 汉人的治国传统里面 找到一套方法 应用在已经平定的北方的领土之上 在这个基础上再吞并了整个南方 然后呢构建了清朝能够 后来兴盛发达的底子 他的所有的治国的方法 行军打仗的方法 没有任何出奇自胜的地方 完全借鉴的是汉人的经验 完全借鉴的是很古老的历史经验 没有一点新的东西 一点也没有 他不带来任何新的东西 他是一个成功的金主 但是谈不上所谓的伟大 也谈不上所谓的英明神武 哇 太子 李远